你 住手 玉米夜 你来做什么 当然是来找你 君殿下 陷下圣君身体不适 在这紧要关头 暗夜幽婷的少主 又私闯神殿 我怀疑 她图谋不轨啊 她是我朋友 私闯圣殿 还打伤侍卫 这样的朋友 君殿下不交也罢 圣君现在病重 学业又突遭变故 这也是在下的职责所在 带走 且慢 圣君 您醒了 身体可不要 睡了个好觉 舒服多了 幸亏有圣子和青鸾 人在一旁照亮 应该的 你说 她 是你的朋友 是 好 好啊 除了玄艺和风寻那两个小子 你居然还交了新朋友 好 好 虽说 暗夜幽婷和我们君武一族的修行之道 背道而驰 但她不惜闯殿 也要见你 可见你们之间的情意 真是非同一般哪 罢了 我这身体啊 一无大碍 你就放心去吧 圣君 是 谢圣君 恭贺圣君身体无恙 我这就去向圣后禀告 你们听说了吗 宁院长被刺杀了 凶手居然是凤母 天啊 没想到她居然如此丧心病狂 就是 你们瞎说什么 有证据吗就瞎造谣 这是在圣内都传开了 还能有假 害得我们全员修课待命 连家都不能毁 你 说凤母是凶手的事情 是你传出去的吧 没凭没据的 你不要乱说话 这么着急替凤母开拓 怎么 刺杀宁院长的事 你也有份 你 别跟这种人都废口舌 我们走 喂 刚才你说我们是朋友 我是不是听错了 能不能别提了 我现在好恶心 要不是看在凤母的面子上 我早就让他们把你抓走了 露出你假仁假义的真面目了吧 所以你的计划是什么 还不是得求我 计划我是有 但是得靠你的配合 这宁院长 年轻时就是君武一族的翘楚 可怎么会这样呢 我听说 还有人妄图对圣君下毒 什么 照这样下去 君武一族 恐生辩解 是啊 诸位 好消息 您院长救回来了 那您院长现在情况如何 您院长此刻在文元阁内养伤 等他清醒之后 一切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 这段时间 大家请不要打扰您院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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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回来就好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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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啊伤势极重 但索性避开了要害 加以休养 两三天就能醒来 辛苦立一个了 好 嗯 嗯 heiten长ote 想不到你这些小伎俩竟然真的有效 那是 真凶得知自己的目标居然还活着 一定不会罢休出来补刀 这可是杀敌常识 你连这都不知道 想学以后教你啊 时刻而止吧 拿下 暗夜游庭的招法 约火树 小心 毕露宫的招式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家伙也太强了吧 单打独斗 我们根本不是他的队神 而且又是 того 招式 的 董家 五 吴静人 发生什么事了 事到如今 我也不用再隐瞒了 没错 明院长是我杀的 这件事情 我定会给军武学院一个交代 你到底还想干吗 把凤武带到藏书楼来借我 我有话要同他说 凤武 凤武果然是跟你一伙的 老乌头 你这又是犯什么魂哪 快给我出来 凤武你们带来了吗 你没事吧 里面的情况还不清楚 一会儿我替你进去 他点名药的是我 你去不了 吴静月 我来了 你先把人放了吧 吴勇道 你今天别想活着出来 所有人 给我杀 给我杀 我成了他的情 学了他的义 自然是不会伤害他的脱落 原来 你早就知道 师父交代我这件事 不能告诉任何人 圣子有情有义 又是云娘的徒弟 我自然也不会伤害你 天意弄人 今天正好是云娘的忌日 也是这一切 该结束的时候了 这么一世我失了符咒 我无法使用灵力 希望等一切平息之后 有人能够发现你们 怎么这么久 老五头 这军武学院老夫要亲手毁灭他 无辜 无辜的人赶紧退下 休要再阻拦云武 这军武学院 就是杀人的魔窟啊 云娘 这一切就要结束了 等我毁了这一切 我就来陪你 拿下 不要 退下 老巫头 不要被仇恨所控制 现在双手 一切还能挽回 发老头休要来劝我 我心意一结 我心意一结